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睡觉 你的大脑就没有清醒的时刻存在 这样子 你的这块海绵就一直都是满的 怎么吸收新的这些经验呢 大脑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把它清干净 所以我们需要睡觉 清干净了之后的大脑就像一块挤干了这个海绵 它很容易将你每一天经历的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吸收进去 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 住在你的心里 所以每次要写歌词的时候 它就会蹦的跳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睡觉 你的这块海绵已经满了 怎么去吸收呢 再来呢 就是你要怎么去寻找灵感 同学们都觉得说 他们希望把自己的生命活得充实的不得了 都把每一天急得满满的 这让你除了喘不过气之外 不够睡眠时间之外 它其实也不让你有时间去进步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可以多看书 可以多听音乐 可以到户外走走 可以去旅行 其实更多的时候 你可以学习和自己相处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生活里面 没有跟自己相处的时间 所以在周遭发生很多事情之后 没有好好地坐下来反省 没有好好地坐下来分析 以至其实我们跟原本的我们自己 越来越疏离 当你跟自己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理解你自己 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以至当你需要写歌词 或者写任何文字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自己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你们希望有多一点灵感 要做到这三点 第一点就是睡觉 第二点就是让自己有学习的机会 第三点就是要学会和自己相处 以上的这三点看似很简单 大家可能觉得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其实这是我的真实的一个领悟 好久以前我喝好多好多的咖啡 以致我晚上睡眠不好 那在那几年里面呢 我就发现说自己的产量非常的低 因为我写歌词的时候 总是不能好好地发挥 也不知道应该要写什么 所以交出来的这些歌词呢 总是觉得说缺少些什么 没有什么的灵气 也没有什么的这个特别的地方 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看书 因为我总是觉得说我应该把我自己的生活填得满满的 当时我在实验室工作 晚上回家写歌词 累到不行 然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书 以致我自己一直停顿在那个阶段 那一个状况里面 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说昨天写不出歌词 我今天如果维持同样的状况 我也一样写不出歌词 第三 学会和自己相处 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运动的关系 所以我常常每天 几乎每天我都会到户外去晨跑一个小时 那是我非常珍惜的 没有人可以打扰的一个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总是会在脑海里不断地反思 我做的一件事情应该以什么角度 应该以什么观点去对待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是不是应该后悔 还是应该怎么去寻求进步 这些在一个小时里面都被我理清楚了 也因为这样子我在写可能说一些温暖的情歌 或者一些励志歌词的时候 我派得上用场 因为那是我自身理解到的一些新的观点 所以这三个小贴士 我希望可以帮你们打通你们的瓶颈 瓶颈不是说 我把这个瓶子砸碎了它就可以通的 其实瓶颈很多时候 是要等你的这些堵住 你的瓶颈的这些杂物慢慢地沉淀下来 消失掉了之后 你的灵感自然就会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些小贴士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解除你们瓶颈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的东西有帮到你的话 请你们按赞 留言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